Hello 大家好 現在就放牠下去了 要回家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姿勒Banny 有一隻來寄宿的小朋友 牠叫金仔 我問了牠的主人 牠叫做金仔 金仔 金仔已經在這裡住了 今天是第五天 牠今天就要回家 因為牠是17號那天 我接過牠的 然後今天就已經是21號 這個小小的主人就會來照牠的量 通常牠們來寄宿 牠們走之前 我都會和牠們沖多設涼 等牠們乾乾淨淨地回家 現在我們就去洗澡 浸溫泉好嗎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就放好牠的洗澡 要浸浴的水 好了 來洗澡 來洗澡 牠們用新毛巾 這條毛巾是新的 然後洗澡 然後牠們洗澡的水 也是一樣 和我自己的泡沫一樣 放在牠們的隔壁 哪個位置 不用怕 那些人 通常主人摺牠們走之前 我都會盡量去幫牠們沖多一次 讓牠們乾乾淨淨地回家 我們已經回家了 回家也要乖乖吃飯 知道嗎 乖乖的 這個盆 本來只是肉包的盆 因為大龜洗澡的摺盆 現在我只有兩個 所以 通常我會先讓牠們洗澡 然後我會再把牠們洗乾淨 然後再用包洗澡 好了 我現在要先去收拾牠們的背包 我們來洗澡 現在要先收拾牠們的包袱 對呀 收拾包袱 好 現在我們就沖完澡回來啦 乾乾淨淨淨 這個背包就是 裝牠們的背包 不過這個背包 對牠們來說也有點逼 不過我和牠們處人 其實算是街坊 我們都處得很近 所以短距離這樣裝一下 但其實都可以的 就不至於說今天很辛苦 好了 現在就放牠們下去了 要回家了 這條毛巾也是吸著牠們 因為這條毛巾很冷 要先拉上拉鍋 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去交接了 我現在就要把金仔 湊回去給牠主人 這樣就完成了 今次的建宿過程 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要把金仔 湊回去給牠主人 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你們都喜歡這個分享 拜拜